好 好 那个经过粉丝们的深深吹出之下 我们终于把6磅给抽齐了 我们先请奥犬先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很久没看到 大家好我是奥犬 好久不见 然后很开心来到这边受访 然后今天也拍了照 希望出来的报导 照片可以很帅 然后也可以把 最近的一些近况分享给大家 你自己要提到照片的事情 照片这件事情就是反映出 就是你虽然已经到了一个年纪的侃战了 但是你还是无法舍弃你的黄金左脸 就是即便我们现在访问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黄金左脸来了 我比较就是 还是在蛮在意这个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右脸的话其实也可以 但因为可能有时候不顺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这个事情 会卡 对我不想要我有分心的这个状态 在工作的状态下面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你在意的左脸的部分 在工作方面上面什么部分 会让你是一个比较 让你比较走心的 让你比较分心的 像刚刚那个就是拍哪一面就会分心 但是是比较for照拍照的时候 但我拍戏的时候我就不会管这个事情 拍照的时候 就是还是会有偶包 拍照的时候就好像比较是以自己的立场 再去做一个事情 然后如果你是拍戏的话 就是可能那个角色 就然后在那个戏的状态的时候 就忽略这个事情抽也没关系 可是你是算是偶像出身的 然后呢 这几年转为越来越走戏剧方面的东西 然后你会去在意的是 你的偶像的时候 你的偶包还是偶尔会存在 但是戏剧的时候 你就已经学会完全把它放下了 但其实我们以前看你的早期的一些戏剧作品 还是以一个偶像的身份在演戏 对 你什么时候去抓到那个 你是演员的这件事情 凯哥其实几年前我们受访的时候 遇到你的时候就是那一部戏 六年前 对 我们那次是拍一个网剧 柏恩的戏 对柏恩的戏 然后叫我很纯很暧昧 然后我是在那个戏 那个戏算是我第一次扛男主 然后戏份超级多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我分享很多 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快累死了 我当下 对 但我又觉得 那种感受是真的 很扎实的三个月当那一个人 对 然后 我记得是在某一场戏的时候 是在我戏里面的家的场景 拍了三个月 那个家又破又热 然后最后拍完了 就柏恩那天说 这个家里的戏杀青 他跟我说 那个等一下杀青 这个戏就这个戏里面的家 就要用挖土机拆掉了 然后我就 就第一次感觉到自己 有难过的感觉你知道吗 在因为那个戏的家不是我家吗 你已经进去那个里面了 我进去了 我说你要把我家拆掉 然后就真的拆了 我就站在那个旁边看 然后我眼泪就流下 我觉得很不舍 为什么要拆我的家 然后 后来 我在想 发现我自己在干嘛 就是我怎么那么进去 然后我才真的跟自己说 我是个演员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对 以前就觉得 我把台词讲好 然后我不要犯错 我把这个做给导演 对 但那个是我真的就变成那个人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是开心的 在很安倍之前的话 你今天的戏剧作品的话 你那时候觉得演戏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一个曝光 是一个赚钱 还是就是玩票而已 以前因为我们是从棒棒堂节目出来的 对 以前各种事情都会以一个效果为出发点 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效果 要么要很有生气的效果 有很好笑的效果 有很开心的效果 所以去演戏的时候 搞不清楚这个区别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演戏如果有生气的桥段的时候 我就要很生气 我就要让人家看到那个样子 而不是说从故事本身 为什么要生气去出发 对 搞错了 所以以前都比较是外在表演 比较夸张的演发 对 然后后来发现 我只要 就是从那个戏之后 我记得每一个戏 我就是以那个故事本身做出发 那个人物出发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不用很愤怒 但是我有想那个事情的话 为什么要生气 其实也会很有那个感觉 后来我就领悟到这个事情 就是等于把剧本 把故事内化 变成你的 好像是你自己的事情之后 那个情绪自然就会出来 对 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今天难过的戏就是要哭 可是有时候真的不用哭 你只要有想那件事情 很进去的时候 眼睛就算没有一滴泪 也是满眼眶打转那个水 的时候也会有那个感觉 对 现在可以请你 用一句话来点评 你在黑糖群霞传里面 或者是焦糖马其朵里面的演技吗 我说真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只是在玩 我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 当然不是很NG的那种表现 但是就是现在回去看会觉得很害怕 这个演出的 这个表演的状态 就觉得很丢脸 但是更可怕的是 大家记得就是黑糖马其朵 黑糖群霞传 记得很老这样 反而是后面可能成长的状态 比较没有被看见 而且现在其实第四台很长在演 重播 对啊 包含就是很多 比如说抖音的那种 短剪辑 都会一直在重复这些 我就觉得 虽然说那时候 很有热情对于这个娱乐圈 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 可是现在 因为你已经成长了 回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时候我如果再更懂一点 更用功一点那该有多好 六年前拍的很丧人的暧昧 然后隔了六年 对 等于说当年在你34岁的时候 打开了那个 你想要当演员那个开关 对 这六年的时间 你为演员这件事情 有做了一些什么 那个戏之后就 我就比较少在台湾嘛 我都在那里接戏 然后接了很多 武装神话的戏 那个又更跳脱 对 就是更需要去揣摩一个 因为神话嘛 他毕竟是一个 比较虚构的东西 所以在想象力方面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啊 比如说我也演了孙悟空嘛 演了二郎神 演了挪扎 这种各种是我们书中 才会看到的角色 都被我演到 然后我觉得 古装 他有一些行为 就跟我们现代人 就不太一样 可能要更稳 或是要更 更有威严 其实有些戏没有播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 有没有 我当时调整的状态 到底对不对 我很期待他播出 然后有些已经播了 然后我看了 我觉得还蛮OK的 这样 我知道我自己至少 比以前有成长 这样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有在进步 然后你让自己慢慢在进步 然后你也放掉了一些 比如说偶像 偶像不能做的东西 其实你就 就把它放掉了 或者是只有偶像才能做的东西 其实也慢慢的那个界线 也慢慢的模糊了 所以才会让你知道怎么去好好的演习这件事情 对 但经过这六年的时间之后 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 然后当你回来台湾发展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大家现在很多人闻之色变的 全明星运动会 对 这等于说是回到台湾发展的一个宣告 对 然后就用那么高强度的节目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加入全明星 因为包装堂你是第四位加入的 对 对 然后扣除掉那个 现在主夜市餐饮大亨的阿伟以外 就是你是第四位加入的 对 我是第四位 这个很累 很累 对啊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 然后我回台湾就是在 计划一些之后的发展要怎么做 然后突然就接到这个邀约 然后我跟经纪人也讨论了很久 其实我之前来的资讯都是来自于小杰 王子 小玉他们去过的 对 他们算学长 然后他们分享的这些内容 我都离不开 就是很吵 很累 对 但是 小心受伤 受伤 对 但有一个东西我还蛮 觉得蛮酷的 就是我感觉他们都很进去 对 他们会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可能收获朋友 收获一些经验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以这一点的话 我好像在娱乐圈还没有做过类似的 比如说运动类的节目 对 我还没有参与过 我就想要挑战看看这样 然后于是就去了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说 真的 可能你要短时间之内可能 不能熬夜啊 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会非常的累啊 然后可能就是完全过着 这个纯真的运动员的生活 对 他们其实做比较多的是警告 真的是很慎重的说 如果你不喜欢运动的话 那你去可能会觉得不好玩 我记得这支网址跟我说了 然后像 小杰就会说 你是我们六个里面比较少在专注于运动的人 因为我之前也是跳舞嘛 我是跳舞比较多 但你真的就运动或健身 我是真的比较比起他们比较少 对 那他就说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然后像小玉就很直接就说 你要不要先买保险 就怕你会猝死 很恐怖 就是比较偏向这种 他有祈祥的比较重视这一点 对 所以我们之间讲话就比较开玩笑啦 直接 但他们也是觉得说 因为毕竟也不小了嘛 就是安全的问题要注意这样 那我自己是录完之后 我觉得根本没那么严重啊 也许是因为你有跳舞 然后有那个运动的基础 跟那个肌耐力有了吧 有啦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肯定 肌肉的负荷度一定会不习惯 所以前三天真的连上个厕所 从马桶站起来 那个酸我都还记得很痛苦 但后来三天过后 肌肉还是有它适应的能力 就好了 还有一点是你是中后期加入的 对 所以你的那个操练期没有这么长 我没有那个他们适应那个 前面的那个过程 我直接就进入他们高强度训练 因为越后面他们 奖杯数竞争越强烈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最强就这样吗 我就不断的问 最累就这样吗 他说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那我就觉得 好 我还可以 我可以再撑这样 所以之后再找你回去 我会啊 我OK 我们刚刚有一开始其实录影之前有聊到 就是全民心运动会其实是一个曝光量很高的节目 但是它折损成员的数量其实也不少 就是大家就会很担心受伤的这件事情 然后你刚刚刚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有打着一个主题 就是可能你是一个年纪比较健长一点的 我是最大的 对 年纪最大的一个成员 然后比较担心这件事情就是 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话可能 受伤的几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但你反而就全神而退了 我觉得有比较有年纪之后 你就比较会去把一些心思放在一些该放的地方 比如说安全就是很重要嘛 那比较年轻的时候 像我们以前跳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赢 我不可以输给人 然后我要从 那时候的年轻的年轻气盛就比较容易受伤 对 那现在比较会去思考 我等一下大概会有什么状况 我要把它全部考虑进去 比较会这样子 你越来越知道保护自己这件事情 对 因为受伤你就是入不了 你就是白来了 你的歌姓也是这样子嘛 以前可能就是比较重 比较那个 然后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越来越知道 保护自己知道什么东西该收这样子 对 我觉得是因为有磨过啦 你比较会去完善一点 对 以前就是比较 不会想考虑那么透彻这样子 以前的年轻气盛 也应该会让你受过一些伤 我指的不是身体的伤 我指的是可能是心里面的伤 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伤害 会 有时候 因为我比较是心直口快那种人 但是绝对是一个 我觉得我是善良的人啦 我那种心直口快可能有时候都是一些 性格上想要赶快处理完事情 或者很想让跟你沟通的对象 明白你最直接的意思 但我发现好像 就出社会久了 好像这个东西需要去磨一下 有时候可能 这个人他可以理解你啊 可是另外一个人觉得你好直接哦 然后你可能就会被讲一些话 我觉得在出道这段时间 我有感受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对 我然后我也会去检讨自己 所以在这个性格方面 我也是不断的去检视自己啊 以前的话 因为毕竟你们以前就是团体嘛 然后可能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东西 可能别人可以cover 然后你们可以互相帮衬 互相cover住 当你变成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承受的东西就变得比较多了 对 比如说承受作品的好坏 可能就不是一群人要承受的了 比如说收视率你是主角 你就得自己去承受了 没借口 你的抗压性一直以来都是高的吗 我抗压性应该算高的 对 然后也越来越可以接受就是被 可能舆论嘛 舆论 然后或者是不好的报导 还是说算名的这些一些言语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静静的是一个 现在的现象 然后好像也没有办法经过一些 比如说歌手会做 说这类似算名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讲这种话的 类似的歌曲作品什么的 但我发现好像这个现象不会改善 是啊 它就会一直存在 那我觉得就是比较多的是需要去适应 而不是说一直要去改变什么 我们心态上的改变 其实可以去很好的看待这些东西 然后往好的地方想也是可以成长 可是你入行这么多年 你其实很多该承受的东西都承受过了 对啊 其实就不爽的时候 你们都看不到啦 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去消化 或者是六个人聚会的时候 骂一骂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大家聚会比较不像年轻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抱小孩什么的 还是会有一些婉转的部分 不够 不会很直接说 就是开始骂 因为不能骂给小孩子听到 对啊 然后我们好像也因为大家都变 比较男人了嘛 那应该沟通方式也会比较成熟一点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你也宣布要结婚了 所以你等于你也放弃了点点心的 基层权的争夺战了 你是说 那个小玉 他好像有在经营这个 他跟他女儿 阿伟的女儿 好像就是可能走一个青梅竹马的概念之类 未来就是有机会这样 算是蛮计划蛮深远 计划通 计划蛮长久的一点 OK啊 就是青上加青 当你去年的时候等于说你跨过了一个年纪的门槛 然后等于说事业上面也跨了一个新的 就是回到台湾来发展了 去年是真的过得很不顺利 39岁的时候 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那过了那个10月30号那一天之后 对你来讲一个新的人生的话 你当时想要做的你的下一步 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你那时候有想过你要怎么做吗 就这两年因为疫情嘛 所以比如说一过去一待就是八个月 那时候虽然说工作就是很满党 然后很充实 可是我也会不免会觉得说 都到一个岁数了 那关于人生大事 就是结婚嘛 家庭 小孩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去正视这个人生大事的问题 所以我就决定说 要不然就先在内地公司合约到的时候 就先回来好好思考这些事情这样 对 然后就好像也不用太刻意 他好像就自己会来找我 对啊 像现在的那个女友 就是我们也没有很刻意 就自然的遇到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还蛮相信命运的啦 就是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 他渐渐的会发展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没有在走强求路线 没有欸 因为我觉得好像 就像你讲去年那些不顺的事情 其实原本我都觉得是很顺啊 有两个大节目 然后我觉得天啊我要起飞了 然后可能类似第二春的想法也都有 第二春的形容词也太... 对啊就是可能从芭芭行之后 我们就开始又个人在努力嘛 那你会蛮期待说 什么时候我可以因为一个作品又有第二春 其实会期待这个事情 那那年我就觉得说我去好像有这种感觉 但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事情算是老天给你的礼物 我是这样想的 就去磨练你 可能有一些事情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但我觉得当下肯定会觉得 哎呀 就是有点难受 不太顺 那可是后来我觉得我成长蛮多了 你是因为一路以来的这些历练 让你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在心智上面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对发现好像 再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吧 所以说年过40其实年纪上面是一个阶段 但是你刚好也是就是在这一年的时候 发现到你的心态上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稳定了 对 也刚好在同一年发生了 对 你之前的那个很浮躁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就没有了 嗯没有 但是在之前的话 呃我们一般来讲偶像大概就是 哦那个恋情不能谈恋情不要公开 但是你现在其实也很大方很坦诚的在宣布这件事情了 你那时候宣布的时候也就是 没有去设想很多 会不会歌迷流失啊粉丝流失之后 你都没有去想到 你就是很坦然的就是去面对这些决定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艺人也是正常人嘛 然后本来就年纪就到了该规划这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大方去分享 就是我我觉得我很棒的一个对象 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喜悦 然后也是真的可以祝福我们 这样子 我觉得我应该是六棒里面 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 会去公开女友的这个 他们好像都是 确定要结婚才会有 或者是被拍到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被拍到 可是我觉得没差 这个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没有太影响 我反而就是 刚好啊 那就是让大家知道 因为会被拍到其实就是你 你根本也没在care 对啊 就你在外面就是很大方 做的一般人会做的事情这样 当你20出头的时候 我不可能 对啊 你觉得会很care吧 除了自己care以外 因为公司也会规定 对 因为那时候 可能我们受众族群就比较小嘛 对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很好消化这个事情 我爱了偶像他女朋友 天啊 而且那个环境 那个时代 也比较没有像现在那么可以去 对吧 现在比较可以就是 哦我就公开啊 很多艺人也都公开这样 所以其实你现在 你做的很多的事情 在当年其实你连想都没有想过 比如说很认真的当一个演员 比如说很认真的规划你的未来 对 比如说很认真的思考你的终身大事 你可能在当年20出头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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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无法想象 在你身上会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 在当年你有想到你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吗 超级想不到 完全不会去想未来 其实有 因为过去也有在交往嘛 对吧 你肯定有一些对象会跟着你走过一些时间 但就没有步入到我觉得很确定的那个阶段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到底是因为事业耽误还是说对象感觉不太对 然后再没有办法去 比如说求婚就是一个你要做的事情嘛 当然我就觉得没发生了 但现在发生了我就觉得我好像觉得非常OK 那就是自己其实还是有自己一个心中的标准啦 觉得未来希望可以长怎么样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没错就是没有过去没发生 没有 是有原因的 对 可能自己那一关还没过 但现在就觉得一切很OK 那是不是很自然的告诉你说 诶 这关过了 那你就顺顺的去把它做 那你在当年会设想到 就是说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的 你的生活 你的事业会是怎么样吗 还是你当时其实就是 很活在当下 没有去规划 没有去想到你的未来 在那时候 当时最红的时候根本 你是连睡觉都没有时间 所以不用讲人生大事了 就能够睡饱就很不错 然后接下来就会变得比较 有在想 对 可是又还是完全 就是想归想 但是你还是有工作 你还是觉得 诶 重心永远都会放在工作这样 对 所以不知不觉就来到40岁 对 才正式来面对这样 但是这个工作 推到大概六年前开始 至少这个 至少这个做的这个工作 让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了 嗯 就是你想要演戏 你对演戏发生了兴趣 对 就是你很你很乐于被贴上演员这个标签在身上了 嗯嗯 其实这个时间点 没有等很久 耶 就是你20出头的时候是偶像 然后到34岁的时候 你知道除了偶像之外 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了 对 然后在这六年的时间 你觉得这六年摸索这个演员的道路上是顺遂的 嗯 我觉得跟其他我听过了一些比较不顺的比起来 我是顺的 那但是我的遇到的人也有比如说很很严厉的导演 当然当然这种一定都会遇到 确实都是被骂了蛮惨的 也有经历过这个一小段时间 嗯 可能跟这个导演 但却跟他就拍了三部戏 然后就觉得 好像你会感觉到老天爷拍一些贵人来帮助你 让你成长 那当下真的很痛苦哦 你在以前绝对不会觉得他们是贵人 你们觉得 你只会觉得他们很懒 我觉得快疯了 对啊 就天啊 这个拍戏真的好累哦 然后 我为什么要被骂 而且是当众这样子 对吧 就我觉得 有时候面子挂不住 你回去要去消化这个事情 对 但后来 欸你就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样 然后就慢慢的演演演演 演到就是跟海哥 受访那部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 欸我真的确定 这个事情 我好像 不管别人看怎么样 但我知道我自己进去了 然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开窍的感觉 这种感觉 你觉得当 艺人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你对你而言 你做过的最大的 牺牲是什么 艺人啊 我觉得是你 很多时候 你心里面真正的声音 没有办法被听见 对 因为有时候 心里面那个声音 它不见得是好话 对 但它觉得是最真实的声音 可是那个讲出来 就是我们如果去 太直接发表 这种言论的话 你会变得 好像大家觉得你这个艺人有问题 对啊 就 比较多是要去压抑这个情绪 因为我觉得 人都是会有一些 可能被误会 还是说被误解的时候 然后 你就很想替自己解释嘛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 常常常啊 都是可能打好一些 想要发的 想要去告诉大家 真正的 其实是长这样的 但又 又删掉了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艺人比较难去 这么real的地方 可能勇敢的讲出来之后 也会遭受另外一波的抨击 之类的 或者是有第二集啊 第三集啊 那你就好像是越来越 越描越黑的感觉 那干脆就是说 好吧 时间可以淡化一些 比较常是用这一招啊 那你觉得你当演员 最大的牺牲是什么 演员牺牲是 比如说 你可能花了三个月 几个月拍一部戏 对 那你确实你的酬劳会拿到 对吧 但是他会不会播 你不知道 所以你可能最希望的是 别人可以看到你的表现 而不是拿那个酬劳 对 这件事情是被动的 对演员来说 除非你自己是 制作方啊 还是资方 对 我觉得 比较常的时候 是我们去做完这个工作 可是 我好想要看到那部戏的成果 看不到 我有一个戏 就是 就是我演的那个 孙悟空那个戏 他已经拍完 他是17年拍的 五年多以前拍的 对 我觉得那个是我 可能会超越我 我跟你受访那部戏的类 但我拍的超爽 然后我觉得 超级想看到这个戏 但我看不到 可以讲原因吗 没有不过的原因 原因就是 那时候就开始限制 四大明珠的改编 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因为那个是西游记 他是拍女儿国的这个 这个pop 然后他又 但是他真的改编的很有创意 我觉得那个剧本很有趣 然后我又要演人 又要演猴子 然后就很开心的演完那三个月 但也累爆了 快疯掉那种 然后就是演完之后 可是等了五六年没播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拍了戏赚到钱了 很快就有那个东西 有收入进来了 就够了 那可能年纪渐长 然后可能对工作的责任变多了 对 转向就会别的说 我拍了这个东西 我就会希望东西是可以被大家看到 因为毕竟现在是有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对 以前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可能以前小时候不懂是演戏 可能用自己的情绪在演 所以也不会很重视 那个品质或东西是怎么样的 你慢慢懂得 做自己的质感出来 然后也会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对啊 因为后来就是怎么去察觉这个事情 就是觉得以前好像会比较会在意别人眼光 比如说你演一个很就是比较丑的角色还是什么 因为旁边都是工作人员嘛 只是大家看不到 戏看不到 但比如说我演猴子的时候 那个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很多那种 很像猴子的动作 对 其实你会感觉到很羞耻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打光的那个大哥 就是嚼着槟榔那边 他面无表情这样给你打光 他是 他是没有跟你一起在共情的 对 但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好像可以忽略这一切的时候 就没关系了 我就是一只猴子 那这种感觉太爽了 因为我就觉得我进去了 是这种东西让我觉得当演员是非常有趣 因为你以前当过那个 被几万人包围的偶像 什么装法衣服都要弄得好好的 才可以登台的 对 所以你的心态的转折可能 体悟的比人家更多一点 对吧 有没有偶包的差别 那个落差是蛮大的 对吧 你把偶包给放下了 就会知道 该怎么做了 是 因为如果你永远要扛着那个东西 那很重的 你很多事情不好做 你放下了偶包之后感觉 视野更开阔了 舒服很多 而且也并不会让人家觉得你 特别的奇怪啊还是什么 反而就很贴近 就是很正常嘛 对啊 你也没有就是 比如说 我现在公开 我就觉得过得很舒服啊 我今天 女朋友做什么菜 我就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很舒服啊 也不会有 比如说以前的粉丝在说 我现在无法接受你这样 没有欸我觉得大家心态都超级好的 大家都长大了吧 对 而且你也不是第一个结婚啊 你是第四个结婚 你是第四位即将结婚的 是 对 对啊 所以前面已经有经历过三位 然后都已经生 小孩都生两个了 对 就很OK啊 对啊 反而是如果大家觉得 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怪怪的 还是什么 你不应该这样 那我觉得他 他比较奇怪吧 应该是对方比较没有成长到 对 那你在回到台湾了之后 我们先看到全明星运动会了嘛 然后之前也有看到 上小S的节目什么的 你之后接下来继续的话 你还是希望走 演员这件事情 还是往哪个方向 譬如说 跟龟典他们一起去 那个玩很大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 前几年我在那里 也是接了一些综艺 然后发现就是 综艺这块还是 还是自己擅长的 就是那个综艺魂还是比较 容易上手 对 演员他可能就是比较 随缘 因为你 你能不能接到好剧本 不一定嘛 对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看 我这两样 觉得自己的武器吧 多期 窗期 然后我可以在哪一个领域 就是攻得好 那我就去做这样 综艺我觉得是 还是很想做的 说到综艺这件事情啊 那你觉得你跟阿伟 谁比较好笑 我觉得不一样 哈哈哈哈 他 我觉得早期阿伟比较好笑 早期阿伟 未婚的阿伟比较好笑 未婚再更以前哦 可能是 我们以前跳舞的时候 黑角时期的阿伟 那个搞笑担当是他 对对 那我是发现我 比较没有转变什么啦 就大概是这个 调调 只是说 比较长大了嘛 但在综艺这方面 我觉得 还是很想要去做的 所以其实你的初中初心 一直都是一样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话 可能成熟一点 可能稳重一点 但是那个中心点还是在的 你对于综艺这方面 你也还是觉得 你可以hold住的 可以 而且有一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绝对是戏剧 得不到的 你综艺综艺可以得到大家的欢笑声 我觉得那个感觉太爽了 就是你的表现 可以让大家快乐 这件事情很开心 你很乐于活在 大家的注目跟 跟鼓励跟掌声下面 对 我是觉得 在综艺这个环境里面 我会 其实我 就是好好了解自己 其实有时候在搞笑 自己内心是害羞了 我不是那种 就是真的很大方在搞笑 可是我又可以在当下去 表达出一些 可能让大家想要笑的一些话 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也搞不太懂 那我其实录完之后 我就 我怎么会讲那个话 我其实是感到羞耻 但当下我却讲 是属于一种这种矛盾体 在录综艺 就像你演孙悟空一样 演的时候也是 猴子的样子 但 对 羞耻的当下就是还是会把事情给做好 还是会把搞笑给搞笑好 对对对 有些艺人可能他就真的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比较没有在管 也不在乎别人眼光 但我其实还是会在乎的 在你们六棒里面 谁的藕包最重 你以前 我觉得我记得你 王子的藕包很重 其实我还好 对啊我觉得你还好 王子偏重 然后小玉嘛 小玉 他是另外一种的藕包 然后小杰就是很佛系的 小佛系的偶像 对比较佛一点 我最后要问你一个 我问过威廉的问题 这么多个男孩团体里面 什么energy啊 这些的男孩团体里面 历来的台湾最 非常红的男孩团体里面 你觉得哪个男孩团体最红 最红啊 对 你是从哪一边开始算 哪一个 从 从 5566 5566 Energy 棒棒堂 然后飞轮海 这这这 那个那个黄金年代 让你回答这个 想一下好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当下那个红啊 嗯 其实已经感觉到 很厉害了 我们自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很爆啊 没想到会这样子 但 然后 在那时候我们听过了一些 因为我们会问 问工作人员 还是问身边的人说 那以前 就比如说前辈 就5566他们 他们那个红 是不是比我们这个还要厉害 其实得到的答案都是 都是是耶 所以我们就有点想像不到说 我们还必须要做到怎么样 才是可以更红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5566他们那时候 应该更红 因为我觉得 我所了解的 棒棒糖是 比如说台湾嘛 然后香港 然后可能新加坡 马来西亚 然后 沿海 内地沿海一带 然后北方就比较还好 差不多这样吧 但无流他们应该是整个 亚洲或是F4 他们到日本去了 可能他们有一些领域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跨到的 威廉的答案是棒棒糖 他太天真的 我觉得不是 因为他说 你没有上过红 红馆去表演过 开过演唱会 那确实是 小巨蛋也有 我们应该是 如果工作人没有骗我们的话 他说我们是最快短时间上 小巨蛋红砍的团体 偶像歌手 是没错啦 一年 对 是没错 但接下来的话就是希望 除了综艺之外 至少让台湾也可以看得到你拍的戏啦 希望啊 对啊 希望台湾也可以接一些戏 对 好 谢谢奥全 谢谢凯哥 谢谢 拜拜 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谢谢啦 优优独播剧场——